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APP的节目现场 我是主持人黄美宁 今天的国际APP我们要来关心的是巴基斯坦所发生的恐怖攻击事件 巴基斯坦南部的第一大城克拉赤尔在当地时间8号深夜 发生了当地近年来最惨烈的恐怖攻击 有10名的伊斯兰教激进组织成员持着大批的军火 迁入了巴基斯坦最繁忙的金纳国际机场 双方交火相当激烈 造成包括了所有武装分子在内一共有30个人上升 那么事后巴基斯坦神学士运动也就是TTP 这个组织宣称这个案子是他们犯的 表示是为了报复前领袖马哈苏德 在去年11月遭到美国无人机空袭而丧生 而这一次的任务原本是要挟持一架客机 就在隔天巴基斯坦跟伊朗交界的动荡地区也发生了自杀攻击 至少有24名失业派的朝圣者身亡了 为什么恐怖主义在巴基斯坦会这么的猖獗呢 那么巴基斯坦会成为另外一个阿富汗吗 我们今天就连线访问台湾战略学会理事长 同时也是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建议教授 王坤毅王教授 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老师我们看到巴基斯坦神学士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那么它跟阿富汗的塔利班又有什么样的关联性呢 是不是先请老师来为我们介绍呢 我想这个是你又说是这个阿富汗了 伸出来的这个神学士 说是也是说不是也是 也不竟然是 对因为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得到 在这个什么九一事件发生以后 那么这个小布希总统 那么就讲了一句名言了 要么你就靠着我美国这边 要么你就跟这个什么恐怖分子站在一起 那你如果愿意选择跟恐怖分子站在一起的话 那美国也会把它当成敌人 那巴基斯坦当然很快了 就靠到美国这一边来了 那所以呢 那你靠到美国这边来的话 那么也等于是跟这个恐怖分子为敌嘛 那巴基斯坦这个地方 那么可以这么讲了 大概都离这些什么伊朗 阿富汗那一带都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它其实是一个什么 最好的一个恐怖攻击的一个什么 终界战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 这些神学士或者是这些恐怖分子 基本上就是伊斯兰的这种恐怖分子 他们攻击的反而都是攻击这一些 跟这个什么伊斯兰这个教派的 这些有关的人员还比较多 那近几年来也比较少这种 大型的这种恐怖攻击 那这一次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这个攻击的对象 其实也不见得是这个机场本身 他们其实是要劫持这个什么飞机 飞机到底到哪里去炸 因为十个恐怖分子全部被 都被戒灭了 戒灭了 他们也没有办法就是说 讲出他们的一个动机是什么 那克拉兹呢 克拉兹应该是这个巴基斯坦的 最大的城市 也是最慌忙的城市 那如果在这个地方 劫持这个特技成功 那他们到底要飞到哪里去 我想大概还是这个什么 这个整个大中东 这些地方 那所以呢 他基本上可以来讲 这是一个什么 劫持一个飞机 然后这个巴基斯坦的这个特种部队 很快的就把这个什么 就赶到这个什么 这个机场来 然后 这个机场部分呢 也把所有的飞机的起降 要求他们到别的那个什么 机场起降 不在克拉兹这个机场 来做起降 其实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特种部队 应该说 巴基斯坦这些 特种部队 应该是已经 训练有数了 所以 可以这么讲 这个 恐怖分子 既然在巴基斯坦这种国家 都没有办法成功的 那么去截止一台一辆飞机 那显然就是说 这几年了 这个巴基斯坦的这种 对于反恐的一个作战 应该是算是很好的一个部署了 类似这样子 是 老师我们也看到这一次 就是在他们等于 歼灭了这一批的恐怖分子之后 也发现了一个状况 就是说 这次攻击者当中 好像有一些 看起来像是外国人 他们判断应该是来自车城 或者是乌兹别克 像这些恐怖主义在全球 有不同的据点 包括俄罗斯 中亚这些地方 也都是他可能盘踞的一些据点 所以说 专家也怀疑 这一批恐怖分子里面 可能有一些是 开达组织的分子在参与其中 那老师 一您的了解 就是这样所谓一个恐怖主义的 一个状况 其实像 这个所谓神学式的 这样的恐怖组织 是不是已经有地区化的 全球性的这样的一个 扩展的趋势呢 区域上来讲的话 大部分都是在这个什么 可以看得到就是中东那一带 然后那个俄罗斯的南部 这个车城组织当然也是很重要的 中国是很重要的这个恐怖分子的来源 所以这一次你看到了 就是说这是好像从这个什么 伊朗朝鲜回来了这个 对也被攻击了 神业派的这个穆斯林 这些都被打死了 所以你会觉得就是说 我们在冷战时期 那么恐怖分子 厮杀的对象大概都是美国人 对 现在来讲的话 冷战结束了 最麻烦的是什么 一个是中国大陆 一个是俄罗斯 那美国呢 因为这个什么 抓得比较严 所以恐怖分子没有 再没有那种像机会 像这个什么 914件那样去 美国的本土去炸 那这个东西 所以他们又回到这个 又回到地区去了 等于大中东 或者是这个中亚那一带 整个联结在一起 那过去来讲 我们看车城来看 车城是一个什么 一个很暴力的一个 这个什么 这个组织 很多很暴力的这个恐怖组织 都生存在这里 那为什么很暴力呢 当然就是因为这个什么 俄罗斯两次 那么攻击这个车城 有关 第一次的话 那么这个 俄罗斯是被打败的 因为俄罗斯没有 走的部队 没想象中这个什么 车城组织 这么厉害 这么有受过训练就是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第二次呢 这个就等于普京上来以后 那么就用彻底的这种 这个殲灭的一个方式 最少最少 也把这个什么 车城的这些反动分子 打掉了大概有十万人以上 这样的一个反抗的动作 那么快要二十年了 也搞不到那个什么 就是目的没有达成 没办法达成 是 没办法达成 那这怎么办呢 那就是什么 跟外界 其他的这个恐怖组织 就连接在一起 联合起来了 对 可能是这个什么 分学室组织了 或者是那个 塔利班组织了 类似这种 那就会连接在一起 连接在一起的话 就是这一次的攻击目标 有哪一个恐怖分子去 下一次的攻击目标 又有哪一个去 就类似这样的一种 连接在一起去作案的 这样的一个做法 是 这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一个事情 对 当恐怖组织 连接在一起的时候 很多国家 他就没有办法去什么 个别 各个急迫 这些伤行之下 比较困难点 对 这是一个什么 比较麻烦的一个地方 我们可以简单讲 80年代的时候 是国家在背后支持 对 所以这个什么 雷根总统就说 秦姐要秦王 所以他们都 美国的飞机就直接去 炸这些什么 国家 他们认为有 支持恐怖主义的 这些国家 对 那90年代炸完以后 没有人敢在 没有国家敢在支持 恐怖分子的 90年代以后 就有把 宾拉登这种组织 激励组织 把这些 反兵游泳 连接在一起 搜刮过来 就是了 然后到 2000年 就发生了 911事件 这个911事件 一发生以后 美国 到处打 反恐战争 那么 它的一个 做法 其实就是 主要就是 锁定 阿富汗跟 伊拉克 伊拉克 那这样的一个组织 对美国打了 也大概都 差不多了 所以呢 现在这个谁 这个 奥巴马 只好把 那个 阿富汗 还有 伊拉克的 这个 特种部队 那么 撤回来 对 那撤回到 撤回以后呢 那这些国家 又有很大的空间 让恐怖主义去 继续滋生了 在滋生这些 这些动作 的确是 恐怖主义 还是不可能结束的 对 尤其如果像 刚刚老师提到 他们 如果这一些 零散的事例 他们已经透过 另外一种方式 来做结合的话 哇 那个这个 这个恐怕不是说 你单独锁定 某一个地区 然后去轰炸它 或者是说 控制这个 这个地方的政府 就能够解决了 一个部分 是啊 所以这个东西 来讲的话 恐怖战争 不是一天两天 就可以结束 这也不是一种 传统的战争 的一个模式 对 还是要 那个什么 全球 各个国家 来联手 进行打击 我想这样子 才有办法 去解决这个问题 是 其实也不见得 能够解决了 是 的确 减少这个什么 恐怖主义 的这种 反击就是的 您刚也提到 就是 美国总统欧巴马 其实他在 应该就是 五月底的时候 他已经宣布了 一个撤军 从阿富汗撤军的 一个计划了 其实这个中间 有一个 蛮重要的 一个关键的角色 就是巴基斯坦 他必须要 有巴基斯坦的合作 但是其实 美国跟巴基斯坦 我们也从 他近年来的 这个关系 算是蛮微妙的 因为美国为了 歼灭 他境内的一些 恐怖组织 包括 宾拉登 等等 其实他出动 有一些无人机 来轰炸 那无人机 有时候 这个会误伤平民 那也搞到 巴基斯坦政府 很不高兴 就是说 其实两边的 这个关系 近年来也产生了 一些这个变化 一直到今年 好像才慢慢的 这个修补起来 那如果以后美国 他撤离 慢慢的撤离 阿富汗之后 那是不是会造成 巴基斯坦 这个安全的一个真空 那未来双方的关系 又会有如何的发展 我看这一次的 这个恐怖攻击 巴基斯坦做得很好 对不对 所以这个什么 美国家如果能够自己 这个什么 去打击这个恐怖主义的话 他也不需要靠美国 来帮忙打 用美军来讲的话 进入到这个 这些区域 也不见得是他们 适合他们 作战的这个区域 毕竟这些国家 大概都是那种什么 比较没有那种树林 或者什么 还有美国那种武器 根本也不适合 在这种地方打 所以我觉得 很多东西 还是要靠自己 完全靠美国的话 到最后可能就会 变成像蓝业一样 被北约给吃掉 所以我直接就是说 恐怖分子 恐怖主义 这种发生率 既然这么高 如果自己的国家里面 发觉发生率这么高 那是不是应该靠自己 会比较实在一点 那如果像这种 克拉斯这种机场来看的话 你要靠美国 这个特种部队过来 我看了 早就什么 被人家劫持完了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只有一个自己的国家 最了解自己的一个什么 地缘的一个关系 那如果不靠自己的这个什么 这种特种部队 去打击这些恐怖主义的话 他要等这个什么 美国来等其他的国家 那我看这个什么 这个自己的国家 都没有办法保护了 所以我就是说 美国可以提出一个什么 就是说呼吁了 呼吁这个事情 不能忽视这个恐怖主义的存在 但是如果说 完全要靠那个什么 美国来协助的话 那么处理恐怖主义的话 我想这个国家是很难 保持这个什么 安全的 所以很多国家安全 还是要靠自己 不能靠美国了 这个是应该我们要有一点 那个什么认知的 就是现在美国 他也要终止这个完结 在中东最长的战争 就是阿富汗的这个部分 就是美国也只维持了一定 等于说不超过一万人 在今年底以前 不超过一万人 这样子的一个规模的 军队去维系当地的一些 治安的一些问题等等 那他们也说 那你阿富汗境内 你自己的问题 可能就是还是要靠你自己 来做维系 不过像巴基斯坦的话 它有一个蛮特别的地方 就是它有核子武器 所以这个会不会也是 各国等于对这个地方的 恐怖组织活动 会比较投于比较高的 关注的一个原因呢 老师您能观察吗 巴基斯坦到底 有没有真的 不会怕被恐怖分子说 这个占有这个就危险了 就像那个 北韩到底 有没有真的有核子武器 其实 全球都在那么拆嘛 核子武器不是有了 然后就可以 就可以炸了 你必须要用 用那个什么 那个飞弹 然后当成弹头 这样涉及就是了 所以基本上来看的话 就是说 因为巴基斯坦这个地方 早期就是恐怖分子的这种 窝藏的地方比较多了 所以大家关心的是 它这里的那个恐怖分子 的输出 除了那个阿富汗 还有伊拉克之外 巴基斯坦已经算是 恐怖分子 这个输出最 最多的一个地方了 所以大家才会给予它 比较多的关注了 起码从这一次 巴基斯坦 这个十个 能够见面 这个十个恐怖分子 觉得说 他们特种部队 真的很不错了 很不错了 就是说这个 很快速的 那么就把它那个什么 解决掉了 没有让它劫持这个什么 飞机 然后飞上去 那可能后患无穷了 对啊 对啊 所以我认为就是说 显然这个巴基斯坦 已经 这些那个特种部队 已经是相当有这个训练了 那于我们从这次的事件 可以看到 其实巴基斯坦政府 虽然它早先 希望能够透过一个 和谈的方式 来解决 这个所谓恐怖组织 在它的境内 造成了一些纷争 跟这个烽火 不过 显然这个效果 并没有收到 很具体的一个成效 那反而 还是有层出不穷的 这种攻击事件的发生 那当然 巴基斯坦政府 我想就像 刚刚教授所提到的 它无论是在它的 心理上面 或者是说在它的具体的 整备上面 其实应该都有了 一些因应的措施 虽然说 恐怖组织发动了 在机场发动了 这样子的一个 大家觉得非常不可思议的 一个事件 但是他们还是能够 在一定的时间之内 把这个伤亡的程度 能够把它降到一个最低 当然这起事件 也引起了国际上 一个很高度的一个关注了 那么巴基斯坦 因为它有 临近这个阿富汗 那印度 还有 刚刚提到的塔利班 还有深血士 这些影响 所以我觉得它也是 蛮不幸的 成为了一个 恐怖主义 发动攻击的一个据点 或者是说 这一些恐怖分子 他们窝藏的地方 当然未来的情势发展 我想我们还是 节目当中 持续的来 为各位做一个关注 好 那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 台湾战略学会理事长 同时也是 淡江大学 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 今天教授 王坤一 王教授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做这么深入的解析 谢谢教授 谢谢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收听